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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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想要进到群主来干嘛呢 找科技相关工作 台湾科技岛 如果你有科技相关工作的话 我想这个薪水是不错的 所以非常贴心 在科技岛网站上面 你每一个文章的最 你滑到最下面 他都有科技相关 特别是AI相关的职缺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所以我欢迎大家 就是你三不五十 复习课程之外 你可以看看有哪一些 职缺跟你相关 如果鼠疫的话 欢迎从一亿人力银行 来投地履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这个 在我要跟大家宣传 最后一个活动 是什么类 就是你知道我们 如果你不是新朋友的话 你跟我们好在 这个线上见面很多次了 那你一定会 有可能会想说 嗯 我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有没有可能就是 认识一些真人呢 除了认识老师 跟看过好多次的主持人之外呢 有没有可能认识 在这个科技领域 同样志同道合的朋友呢 你知道认识了之后 可能就会有些商业的机会等等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 我就要邀请大家 来到我们的科技岛的科技小聚 OK在五月 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好不好 在五月二十九 就在五月二十九 礼拜三的晚上 他要教我们 怎么拿捏客户的需求 如果你是这个相关领域的话 其实无论什么领域啦 你总是有一个要买你产品 或是买你服务的客户 对不对 或者是你自己是别人的客户 也是非常有可能 那我们五月底就邀请到 两位非常著名的 邓凯文老师跟白慧兰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要讲对话 除了做对事之外 也要讲对话 我想这个主题会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欢迎每一个人报名参加 这是一个实体的聚会 好的 所以我们马上来切入今天的重点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 教育部新英科技推广中心的 曾庆良主任 跟我们分享AI生成式的自动化 如何的用利用ChatGPT等等AI生成相关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能 OK会导入更多自动化 让我们除了这个除了这个AI之外 很多让各种的工具都可以为我们效力 那今天会有 我刚刚偷偷 听到老师的简报 会有非常多各种实作相关的内容 那越是实作的话 我相信其实我们越容易有问题 或者是你发现跟不上 或是老师你那工具真好用 我刚刚没有看清楚 可以再问一下那是什么 那如果有你这些问题的话 你要在哪里问呢 再请点击我们的小帮手 刚贴出来的这个slido连结 或者是你 如果连结点不进去也没关系 就是你在google搜寻slido打7250928 7250928 那你就可以再把我们的问题提在这个slido上面 那你可以随时的跟提出问题来 那老师在课后讲述结束之后呢 就会开始 就会开始跟帮大家解答问题这样 好 所以呢 我今天事不宜迟啦 连我自己都非常想学的这一门课程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时候 借用各位的双手啊 OK 那帮我把那个表情符号的拍手 跟烟火给他按下去 OK 让我们欢迎 曾 倩梁主任 是是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哇 这么 好学 大家真的在这个7点钟的时候 准时来这边 真的科技岛 我们一起学习 共创未来 这样 那今天的这个 呃 分享会当中啦 因为呃 我们在这一两年来 一直在讲AI AI 到底AI能帮我们做什么事 有两边的人 一边的人呢 是 呃 有点担心 AI抢了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边的人呢 却越越欲试 觉得有了AI的帮忙以后呢 那是不是他就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诶 很妙吧 这样两种人都有 对不对 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 来 我开始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呃 这个简报 那等一下简报再一起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好 我们先快速的一起带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实作 那大家想一想哦 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做这个AI自动化的实作 你看哦 从ChairGPT引爆以来到最近这几天还有4欧的模型 啊巴拉巴拉一大堆 对不对 光呃 网路上 啊 你看得到的这一些AI的工具啦 平台啦 好像不下数万种之多耶 真的真的很多 现在如果没有呃 一个如果有软体 他没有付AI的功能 哇天啊 那真的是太太可怕了 他的前景堪忧 对不对 这真的是这样 那可是为什么要讲到自动化 这件事 来 我举几个情境 我现在有了ChairGPT以后 我跟ChairGPT的对答 如果我下的prong非常的好 那我很快的可以得到我要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没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我是业务或者是我是老师 那我要服务我的这个可能是客户 我要协助我的学生 我总不能啊 每次每次都请他自己去问ChairGPT吧 因为ChairGPT是一种比较广泛性的一个知识性的一个问答 如果要专业 那你可能还是要靠一些 好比说之前的GPTX等等的这样的机器的 可是有很多的客户或学生 他是没有办法 没有技术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 或者是这样的IT的一个架构 怎么办呢 好 那今天晚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想的解决方案 不过我知道之前我遇到的一些朋友 一些伙伴他跟我说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要太难啊 他第一次还听什么叫做自动化 他觉得非常困难怎么办 那没关系 我今天用两个例子 都分别来讲客户关怀这件事情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放大 你的也许你是业务对客户 也许你是老师对学生 也许你是某一个主管对下属 或者是你是要帮某一个群的这个group 解决一个自动化的方案 好 那现在的情境是这样子 例如我现在手边有一个客户资料的名单 有个客户资料名单 那这个客户资料的名单是 可能我当初见面的时候就请他填写 或者是我在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拜访等等 那我拥有了他的一些资讯 那我有他的什么资讯 除了基本的姓名 年龄 性别 也许还有他的生日 兴趣 或者是他喜欢的一个商品 或者是他喜欢看的一个电影等等 我都有了他的一些资料 你手边客户或者你学生等等越来越多 你总不能每天再翻每天再翻这件事 然后看到说今天谁有需求 我就达到他的需求 那你可能会累死 你真的会累死 所以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能不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透过AI的平台或工具 当我这个客户的资料汇进来 这样的平台 我做一个设定 客户生日的时候 我就发个虚寒问暖的生日卡 自动发动 我是说自动发动 那我现在有某一项商品 或某一项课程 有达到客户当初填写的 兴趣的需求的时候 我就会自动推播给客户 自动推播给学生 自动推播给家长等等 那这样子不就很好吗 那我只要专注在我的 content的内容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开发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再去注意 每一个客户他需求是什么 他需求是什么 当然需求很重要 但是如果透过自动化 能解决这件事 那你可以更多的精力跟时间 花在自己的专业上 那这样不就很好吗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来做这件事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晚上来做这件事 我要用两个平台 来去做举例 一个是年纪烧场的 一个Google平台 一个是新生儿的 这个国外的一个平台 蛮特殊的 那你今天可以跟着一起 做操作做学习 也许完成你某一个客户自动化 你可以依此类推去 协助你自己的专业 去达到这样自动化的一个内容 好 那这是我 这是阿亮 大家都叫阿亮 OK 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两个平台的一个PK 做同一件事情 做同一件事情 第一个我需要用到Google的方案 来去做好自动化 第二个我要用一个Mac的方案 来去做好自动化 达到的目标都一样 只是我要让大家做一个比较 你的选择 好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开始 开始了 好 开始了 那现在大家 我跟你讲像这种课程 你可能要背一个平板或载具在旁边 然后有一个笔电或是电脑在操作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不用紧张 如果你等一下有跟不上的事情的话 或跟不上的问题的话 绝对不用紧张 因为我猜主办单位 事后会有回播 去寄给大家 等等 所以大家千万不用紧张 我觉得先听好一个概念 观念逻辑先听懂 也许会比较有用 好 开始了 我们先来讲 Google的解决方案 自动化 这个我们把它称作叫 GAS 什么是GAS 它的全名叫做 Google Apps Script 好 所以我们就取它的缩写叫GAS 你不要跟我说瓦斯 OK 瓦斯 来一桶 可能没有瓦斯桶 好 OK 较量桶过来 我们洗澡洗到一半没瓦斯 OK 好 所以这个GAS 所以我们以后讲GAS 是我们AI人在讲的GAS 跟洗澡用的GAS 没同样 OK 好 这个可以解决 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服务 例如我有个平台 我可以连接LINE Google的Gmail 跟我的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或是资料库 把它做一个串接之后 再做个推播 也许推播给你自己 也许推播给客户 所以它可以整合多方服务 不过它还是有它的缺点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 基本上它就是要撰写一个这样的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就可以 如果是通的话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连 把不同的服务给它串接起来 因为有了这样的平台以后 每一家专业厂商系统厂商 他只要专注做到自己的软体的平台的功能就好了 剩下的就交给GAS来去做串接 我的习惯是 我会透过资料库来去做串接 因为这样最直接 而且这样最便利 所以这个是我等一下要跟你说的事情 如果今天在学习以后 对于这样的一个Google的GAS 你可能有问题要问 好比说你不知道如何建制 或者是你写了一段建制的流程 但是有问题要做优化 怎么办呢 好我跟你说 我这里也有建了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用机器人 用AI解决AI的事情 你不觉得很妙吗 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拿两台手机打开 这个ChangeBT的4O的模型 一台设这个Lucy 一台男生一台女生 然后跟我 我们再做三方对话 测测看 他群聊的能力到底有多好 这个等一下 我想我下线要来做这件事 来我把我的机器人贴给大家 所以你等一下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无法解决 其实你可以进去 我给你的一个GPTS的机器人 去做寻打 他一定非常有耐心 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 超级有点厉害的 试试看 好 再来 这个是我们进入画面的状态 你不觉得吗 这是好像在哪看过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Google试算表 所以我们创接的起跑点 非常简单 都是从Google试算表来开始的 第一枪 就是从Google试算表 你们现在帮我一个忙 你们现在帮我一个忙 如果做到了才帮我打一个大歪 好不好 来你们现在帮我一个忙 你们进去你的Gmail 我都还没有讲 你已经打大歪 你也知道 来送他东西 已经有比AI还AI的心电感应 ok 来我们现在进去我们的Gmail 登录你的账户账号之后 小心 有些账号 有些单位 例如学校 例如有些单位是 他是没有开放 让你去Google嫁接自动化 这个等一下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你就再换一个账号 对 没错 他真的是读懂我的心 第一个先进去你的Gmail账号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打开你的云端硬碟 这应该做得到 对不对 打开你的云端硬碟之后 我们打开一个目录 打开云端硬碟的目录 进去了这个目录 进去了这个目录 就是进去你的云端硬碟的目录 这应该做得到 ok 进去了目录之后 帮我按右键开启试算表 然后请你帮我按一个扩充功能 去找 这边有个孔雀开屏的花样 红橘绿蓝 这个就是GAS 按扩充功能 有看到这一个AppSquare的伙伴 帮我按一个Y 来等你一分钟 来开始 这样你快 赞赞赞 好 赞哦 呃 完全什么 完全 完全功能开 歪歪歪 好 赞赞赞 厉害厉害厉害 你看太厉害 那现在我知道线上 300快300人 可能有些人说天哪 这些人是怎么样一直打歪 到底是怎样 我都还没开了 我不是 我们跟我跟他们没有串通 我跟他们没有串通 就是大家就真的很快的 这个飞快时间内把它打出来 应该还好了 开Gmail账号 开你的云端硬碟 打开一个这个目录 你目录随便命个名字 比如说今天晚上 这个我们是一个科技岛的学习 就打科技岛 进去目录以后 空的按右键打开试算表 然后就可以看到扩充功能 按这里 按这里 好 那我们就要从一切的一切 都从这里开始 开始了 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Google试算表 不要 我觉得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这样在花时间讲这个Google试算表 太瞎了 OK吧 我之所以从Google试算表来开始 是因为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库的功能 好 结束 好了 OK 好 那有一些伙伴一打开 吓到 为什么吓到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吓到 就是说 天哪 我的这个Google试算表 打开扩充功能 没有看到孔雀开评 没有看到 赞哦 你只好自己装 很少有人这样 但是我真的有看过 真的就没有 怎么装呢 从你的云端硬碟下面按更多 再来呢 这边有个连结更多应用程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搜寻 去搜寻 Google app 这里 这里搜寻这个 然后他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按安装就结束了 这样就有了 这样OK吗 这样是OK的 所以大部分应该都有 可能真的极少数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不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是难解的事情 好 你看哦 这个GAS的 编辑器介绍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这个编辑器介绍 它很老 因为这个软体程式 非常的古老 至少10年 20年 有了吧 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等一下你进去会看到一些 如果程式 你就会看到一些 很厉害的区分 它的一个功能区分 它有蓝色 有紫黑色 紫红色 有黑色 有灰色 它分别代表有一些意义 例如蓝色是保留制等等 这里我就不细讲 时间有限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再去看 今天我重点 是要做出一个自动化的串接 让你们可以服务你的客户 或者服务你的伙伴 这样子 这个东西 我稍微 之后再提供 讲义给大家再去看 进来之后 你看 等一下我们打开 打开会看到这个程式 会长这个样子 它其实就是 一块一块一块的 Json格式 好的程式 有些人会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写好 这是做什么 就是像做笔记一样 用notion先写好 等到我要串什么东西 再把它拉进来 这样子还蛮厉害的 OK 所以 它要去完成 自动化串接 不难 我跟你讲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 想法跟创意 工具在那边 可是问题是 我要有什么创意 让它自动化 好比说 客户 其实我现在讲了一个点 我今天来送你一个idea 好不好 今天来送 在其他地方没有送 只有今天送 但是我不知道对谁有用 如果你在做餐饮业 我们常去餐饮业看到 今天只送 今天送 真的真的 这个idea搞不好只50万 真的 我马上可以做出来 你今天去一个餐厅 少一个QR code 是不是就可以点餐了 其实它的自动化只做一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点完餐后台的厨师 服务人员就看到就开始去出餐 做餐 等你用完餐之后 你还是要回到柜台 对不对 好 你还要贵台还是要结账 这样做自动化只做一半 我今天提供你一个idea 50万现赚 真的 怎么弄呢 等你坐下餐厅 少QR code 以后 我们其实在做后段的串接 串接到你的LivePay 串接到你的支付 然后直接付款 这样子 OK 所以你根本东西都还没吃 就先付钱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都付得安心了 再慢慢开始吃 这样不就很好吗 你吃完之后 就可以安安稳稳聊完天 轻轻松松的走出餐厅 也不用去担心 结账要多少钱 谁请客这件事 OK 毕竟谁点的谁付 对不对 OK 这是还不错 而且会也不会有 你想吃什么 你点什么你付 他想吃什么 他点什么他付 这个不就很好吗 不安心 有可能 我们之后再来 再想另外一个自动化串接 对不对 没关系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要创意 至于他去实行 需不需要修正 或需不需要优化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 再度去尝试的事情 台湾就是这么有趣的地方 多方尝试 有创意 之后再去优化 OK 好 我们再开始 接下来 这边有几个编辑器的介绍 但是 今天的晚上时间宝贵 我可能不会每一块 每一块再细讲 这个如果是在特殊的一个课程 我们在讲这样的课程 的确这每一个都要细讲 我只跟你说进来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appscript 表示这个的确是程式 这个GAS程式 这个你可以取一个名字 等一下我们的程式会写到这里 写完之后 我们会部署 让它去运转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状况是 它其实就自动跑 有些函视 所以它其实只要存档 就开始去可以执行了 这样OK吗 那这里就不细讲 每一个透过问我的机器人 他就会跟你说 所以刚刚我po的机器人 很重要是 你可以留起来 之后有需求 自动化的需求的时候 那你再去问他 这样好不好 OK好 再来 你去看 我们当有一个管理页面的时候 这里是一个指令 开始使用 但这里等一下 我直接教你代操作 这样OK 好 有两个方式打开 但是我们今天统一一个方式 我们直接从试算表去开启 我们不要单独去GAS开 这里有一些函数的设定 我们等一下直接做运用 这样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OK 我们等一下直接去运用 那这个 因为我有提供讲义 所以等一下今天 最后留到最后的伙伴 我们就给大家讲义 然后您再去细读 有问题 我们在之后再去做讨论 好不好 因为毕竟我觉得 这个要把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量能 自动化量能 把它做一个提升 OK 好 这里我就不说了 好 再来这里我也挑过了 因为我就不细讲 那我这里要讲 很多人说 那这样子的串接是不是要钱 其实是要费用的 其实是要费用 这边有列一个费用 但是如果你是个人等等 或是某一个小店 其实你看 你的配额 每天有多少次 其实 你用不完 其实你用不完 Google在自动化串接 还是很佛心的 像你看 有关日历的 他每天5000次 5000次 你大公司可能没5000次 对 建立联络的人数 一天1000次 所以你一天 有一千个联络的人数 大公司有可能 大公司再买也很便宜 其实他几百块 这样一个月 你看 这个还好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 OK 来 我们往后 这里 有时候你会遇到 他的一个自动化的讯息异常 有时候不是程式的问题 不是程式的问题 是因为你使用他 他有时候会这样 因为你一直要求服务太频繁 像ChairGPT也会 像有一阵子也会这样 跟他要求服务太频繁 他就会说 超出你的要求服务的次数 服务的次数 除非你再付费 但是我觉得应该 一般人很少会有这种状况 还有就是超出了配额 还有允许一天的总时间等等 有时候会有一些异常的说明 那再去说吧 好 那今天我们就要做客户服务 要开始了 那客户服务之前 我想给你们先去下载指令 来我复制给大家 好 那今天这样好吧 我们先弄个最简单 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面对的客户 或面对的学生 或面对的伙伴的需求是什么 但是我就是用最简单的生日当 这个一个串接 这样子 你也可以说 串接什么 串接他的兴趣 好比说我现在开发了一套教材 我开发的这个教材是有关于 例如我是介绍整个广告的 怎么样拍摄的一个技术技巧 那有当初有人填说 他对广告业有兴趣 我就自动计发给这些人 跟他说 我现在的课程是有这个内容的 请他可以参考 这样是OK吗 OK好 那我先以生日好不好 好 那我先以生日 所以我在这里 来我先给大家这个程式 你有了这个程式 其实就无敌了 其实就无敌了 OK 好 来我们继续 好 你有了这个程式之后 来跟着我 因为我这样子 两三个萤幕操作 可能不太好 直接立即的操作 所以我用截图的方式跟你说 那请你跟上来 OK 好 跟上来 如果真的没办法跟上来 去听一个概念 之后我们再慢慢的琢磨 因为关于自动化的课程 其实最近很多单位 应该都有在做开设 大家可以搜寻看看 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了 我首先问大家 有办法进来复制到这个程式的 刚刚主持人老师已经有加一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加两个一 好不好 打两个一一 哈哈 我跟你讲 不要打歪了 我们要有创意 OK 我们先打两个一 好 等一下 再下一个打三个一 再下一个打四个一 这样 一一一一 OK 好 好 有复制到程式了 打两个一 一一一一 好 赞 赞 赞 那个程式应该好 好了 OK 好 那程式我等一下带着你看 那我先带着你完成 来 我先跟你讲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 我会先请 我现在讲客户好不好 因为太多 因为我面对的太多 因为我面对学生 面对客户 面对家长 面对等等 好 反正我就一律统称为客户 好 客人 客户 这样 OK 好 当初我见面的时候 请他先帮我填一份资料 这一份资料就放到我的这个 呃 试算表 因为当然呢 我们的Google 我跟你讲 我今天都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跟大家做解说 他用Google表单填了一份资料 自动存放到Google试算表 OK 好 那现在我今天的指令是 到了生日的时候 就会自动激发 激发什么呢 呃 AI生成 生日卡片 OK 那关于AI生成 生日卡片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另外一边也可以串结 就是我可以先下一个API 先下一个指令 好 先加深层的卡片放到我的那个云端硬碟来 然后时间到再随便随机抽一张再给那个客户 你懂我意思吗 好 可是我现在时间短 而且有个问题是 呃 我要请AI生成一个每天好比说生成五张的这个生日卡片这件事 那那个AI的API是要付费的 因为我担心今天伙伴没有付费 好 所以那一段我先不说 好 那一段我先不说 好 就是假设我已经有有有照片这件事好不好 OK 好 再来哦 好 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做过这件事了 打开你的Gmail 建你的云端硬碟的目录 在目录下呢 开右键 然后呢 打开你的试算表 目前是这样 那你现在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你们现在帮我一个忙 好 能否麻烦提供程式 有啊 我刚刚已经提供了 好奇怪哦 好 那再帮我 对 谢谢 OK 好 再帮 因为可能刚刚有些才进来的 不好意思 刚进来 对 OK 有时候拍谁拍谁 我刚刚想 是我贴错了 OK 好 那你们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我们先 因为我们这里用短一点 你们帮我一个忙 就是你先去Google的表单 Google的表单 建一些问题 好比说 科技岛 亮亮创意公司 随便 这个会员名单 我们今天VIP 第一题 姓名什么 这个性别什么 出生年月日什么 这样OK吗 先帮我建这几个就好 剩下的什么兴趣 这个等等 等我们课后 你自己再去慢慢玩 好不好 我先把这个几个要求 先给你 来请帮我建一个Google表单 因为你一定要Google表单 我才知道 他填写的状况 好不好 好 来帮我建这几个 先不要求表单的美感 先不要 先求功能 我们先求功能 等一下 课后你再去 做一些美感的设置 美感非常重要 好 OK 来我等你 好 来 你把表单建完的伙伴 帮我打111 三个1 好不好 OK 等着 也不知道主办 他会没有提供 每一次回答最快的伙伴 抽奖 好 很棒 Robot AI 所以这个第一个回答的是AI 这样子 OK 好 注意 因为我们今天来一起共同分享 一起参与分享的伙伴 各行各业都有 所以我今天的难度要特意这样的低一点点 重点是跟你讲一个自动化的概念 好了吗 现在怎么只有12345 好5个来来来贴纸 对啊 6个 先建立一个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 Google表单 应该应该我不用做操作了 因为这个还好 其实我跟你讲 我只要把程式写出来 剩下的今天的内容 非常简 期待吧 好 我们再等两分钟 把Google表单建立好来的伙伴 帮我回答111 对哦 你要记得有一个东西要打开 就是你在这个回复的设定的时候 那个回复的对象 要把回复的对象限制在 你们贵单位的那个 开关要把它关闭 以免别人无法去填写 除非你本来就是要给贵单位 就是你们自己单位伙伴去填而已 这样OK 好加油 Google表单先建好 OK 记得我们今天的目标 是要做到自动化客户关怀 好小心哦 我们现在在 老师生日的事也要特定 生日格式 生日格式有要特定吗 我觉得先 生日格式有没有要特定 应该不用了 等一下我们再设定 我们先兼有 等一下再设定 不然我们就是给他 好比说2008一撇 02一撇 05这样 好不好 好我们先有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做设定 OK好了吗 差不多了哦 好 请问一下 写好以后说什么要 要务必要填写一次 怎么填写一次 好没有 我跟你说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表单弄好以后 请你自己填一次 看能不能填 因为很多的表单弄好是没有办法填的 这样 所以这个务必填写一次 然后填写一次 让他有资料进去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做这个资料的 这个串接的测试 这样OK吗 那你填写的这个表单 自己试着填一次 但是请你故意把生日填今天 好不好 这样子你等一下串接才有今天的内容 那是在回复那边填吗 当然啊 就是你创建好表单 你不是要贴一个连结给别人吗 对不对 你就假装是别人去填那个表单 把它填一次 因为有些人我发现在填写的时候 他就是关闭那个有限制单位 所以就是会造成无法填写的状态 那你故意把出生年月日填这个月日填今天 好不好 务必要填一次 务必要填一次 因为很多卡在这里是表单的问题 表单的问题 好了吗 来差不多咯 如果好了的话 回三个一给我 表单 谁要课程资料 什么意思呢 还是伙伴可以再帮我贴给他 有人说要什么课程的资料 好了 好 谢谢咯 谢谢咯 我们继续咯 我们表单填好 你一定要测试一次 因为你没有测试一次会有一些 怎么讲会有些问题 会有些问题 就很多人会关这个关那个 怎么样怎么样 OK好 那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之后 有没有 好 没问题了之后 像你看了 你这个伙伴刚问了也很好的问题 你的格式就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很简单 好比说 就是 2000 一撇 21撇 7 这样 OK吗 这样OK吗 就自己好了 先把它填一次 然后 你就去看一下 你就去看一下 你的表单 你的表单 我问你们 你们去看一下 要去看表单 有没有填写进去 是不是在表单的上面 有一个回复 然后他有说建立试算表 对不对 是吧 建立试算表 有吗 有吧 我们表单填完之后 不是要去看 有人填写的状态 那不就是要建立一个试算表吗 是吧 好 建立试算表 对不对 刚刚有看到后来回复一笔以后 就没看到了 回复一笔以后就没 因为你刚回复一笔 对啊 刚刚是写完的时候 就有连结试算表 没有按进去 那老师说先填一笔 一笔 一笔 填完了就没看到这个了 好 来 我做一次 好吧 OK 好 来 你看 你看我现在大概就是开个云端硬碟 对不对 我现在开个云端硬碟 OK 那我现在开个test 因为email我怕他等一下 我找一下 看有没有一个test 好吧 等一下 我给你看 好 OK 来test 很刚才 Unter 我踢得一句 我不要花时间 然后我就开这个表单 表单 是吧 然后表单 就是好比说姓名 我先这样好不好 因为我不要花时间 这个要填必填 因为很多人这个没填 会造成客户很多没填 他资料漏洞漏西 结果你到时候要做什么关怀的时候 你根本寄不出去 他无法自动化 知道吗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客户 客户关怀 OK 然后我再一个东西就好了 你看我再一个东西 我再加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什么 生日 我的生日 好 这边生日 出生年月日 这样OK 好 那出生年月日 好就这样 这样OK吗 他的格式就这样 那剩下我都先不填好不好 那好的时候 这里设定要小心 因为有一些 是不是在哪里 有一些设定 我这里面 因为我是用个人的 不会有这个回复的状况 因为我这里个人 不会有回复状况 我的意思是说 在设定回复里面 有一些人会把某一个 某一个限制打开了 那外面就填不进来了 这样OK吗 好 那这个是问题本身 那所以刚刚您问的问题在这里 回复 按回复 按回复 所以这边有个连结试算表 对不对 刚刚我们填写的时候 不是用了这个吗 这个 说短王子 就我用这个去填写 就我故意去填一笔了 就故意 一定要故意去填一笔 让它可以跑 让它启动 可以跑 这样OK 如果没有故意去填一笔 很多 等一下会有一些 可能问题 就你自己表单的设定 OK 好的话 帮我按这个 连结试算表 这样可以吗 刚刚您的问题是不是在这里 对吧 对 刚刚已经找到了 谢谢 好 OK 小心 如果你一开始就有试算表 请点选现有试算表 如果一开始 你刚刚没有建试算表的 请按建立试算表 这样OK吗 这样OK吗 好 那这里我刚刚就是说 这个客户关怀 目前应该都算简单 对不对 因为我只是 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看就建立一个试算表 在这边 这边 这里就有试算表 但是时间 姓名 出生年纪 所以我刚少了很多东西 我刚少了很多东西 OK 目前这样应该没问题 好 来我们继续 好 来我们继续 接下来 请你再帮我一个忙 因为我想要知道 我到时候想要知道一件事 我的自动化到底做了没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状况 其实我跟你讲 难免你现在AI再怎么样聪明 再怎么样的厉害 难免会有出彩的时候 对不对 出彩的时候 你就是很拍谁 对不对 就好比说生日 我就自动化 会自动化采购一个生日礼品 寄到客户的家里 这自动化了 那可是呢 有时候就是AI出彩了 就出彩了 就没有记 没有记 可你以为都记了 所以你应该有一个栏位去 检验这件事 有没有做出 做完自动化这件事 这样理解为止吗 好 所以来帮我一个忙 帮我在这里 最后面多一个发送状态 拜托 拜托 你要在最后面 帮我多做一个发送状态 好不好 多做一个发送状态 就是等一下 我们用这个 是已经做完了 还是没做完的 等一下 我们用这个地方 来做个记录 你一定要做一个记录 因为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以为记了 但是人家没有记 他会耿耿于怀 你知道吗 这真的会这样 OK 好 来 那这里应该 我不用等大家了 就是好了以后 开这个试算表 开了试算表 请你在最后这一栏 帮我多一个 就是是不是有做回复了 发送了 这样子 OK 目前到这边也没问题 继续 赞 大家厉害 厉害 在这个晚上 你看上班完之后 还这么勤奋的学习 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大家 真的 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我们继续 好不好 OK 好 就是连接在 那个 教授送我的 教授送我的荧幕 我还没装上去 如果也可以帮我回复 这个伙伴的问题 帮我回复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小笔电 小笔电 我的至少有 只有8 所以有点小困难 直接在试算表中 新增发状态吗 对 对 对 我还没装 还没开 等一下再拆箱 OK 来帮我 帮我按一下 发送状态 发送状态 OK 来继续 就是要新增一栏 谢谢 谢谢 OK 好 来 因为现在我的一个笔电的荧幕 那个字 修谁 修谁 我在那个讯号 有没有 那个通话中讯息 那个字就小到 那个有时候就一直低着去看 你知道 OK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 好不好 这样OK 这样OK 对不对 好 这样已经OK了 好 这边要增加 其实 你到时候会觉得 这些东西我都会 那就可以做到自动化了 对 就是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厉害 OK 好 那我们继续了 好 再来我们要去打开 这个 我们的设定 我们的设定 小心 我只是要再次确认一件事情 因为我后来 我以为不用去确认 后来会发现 我去很多地方上课 发现很多人的 office的版本 四面八方都有 有些人呢 是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版本 这个我也不知道 好 那反正呢 他的时区就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呢 他就会有时差 那就无法 就自动化会有时差 很奇怪 会差落差到半天 好 所以呢 帮我一个忙 现在我们还在试算表中 对不对 因为我不确定你的 这个 我不确定你的这个版本 因为应该 我刚刚说office不对了 对不起 我不确定你的这个 Google的账号的 这个怎么样来 当初设定 是什么样设定 你是人在哪 等等等等 帮我再确认一次 好不好 在这个档案的下面 有一个设定 时区的地方 帮我找 GMT加8台配 给储存设定 好 那这个应该 我速速就过去了 OK OK了 好 我过去了 好 接下来呢 帮我一个 那个就是确认 确认时 那个就是确认时区 接下来呢 是是是是是 老师您直接说 我帮您直接说 有人举手 还是直接打字好不好 然后打字 那也可以帮忙回这样 OK 萤幕可以放大吗 好啊 来 看谁 对 我跟你讲 大萤幕真的很重要 我现在的笔电就小小的 所以每次要回看那个讯息栏 我就这样 这样子 你知道 非常吃力 OK 好 来帮我忙了 帮我忙了 好 加油一下 加油一下 好 现在 我现在进来 这样进来 进来什么地方 进来 这个是试算表 对不对 有一个扩充 目前这个萤幕 OK 好 赞 我们这个 扩充功能 差点讲错 讲扩充萤幕 好 扩充功能 往下找 这边就有AppSquid 这边按一下 按一下进 之后 按一下之后 我们就进入JS 瓦斯桶来了 瓦斯桶来了 OK 我们就进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就进来了 好 进来了之后 进来了之后 等一下 我今天有另外一个自动化 我没有做 因为我如果今天做 我们可能今天12点都不要睡觉 我们就来深夜 可以建议科技岛 我们下次开个深夜趴 我跟你讲 这个深夜趴的 这个人还不少 真的 下次我们来开深夜趴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就是图床 图床 我现在去找一个 等于说卡片就对了 因为我现在不用AI生成 因为我怕那一段弄完 可能我们晚上不用睡觉 所以我现在先去 这个地方去找图床 但是没关系 我在程式中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我只是跟你说 你如果要换图片 你可以去AI找进来 也可以去AI找进来之后 把它放在图床 然后上传 上传给图床 上传给图床 这边来 你请你仔细看 请你仔细看 123 有没有 123 是不是已经有了 已经给你的 是吧 是不是已经给你的 对吧 对吗 可以什么 可以不 可以不睡一直听 真的假的 好 OK 站站站 好 那我们等一下 那个啤酒准备 好不好 OK 真的吗 好 好 超强的 爆肝行程 好 这个三张图片 你可以去图床换 你可以去图床换 好 但是这里我已经帮你弄好了 之后你再去换 这样OK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程式 来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这里就是插入图片的呼叫 然后我就说 这个是生日贺卡 然后我就根据我的试算表 给它相对应 如果今天时间到了刚好月跟日 等于他当初填的表单进来的试算表的月跟日 那我就自动发送这三张 抽一张random抽一张给他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唱的怪怪的 OK 好 那就是他就会得到这个卡片 很开心就觉得你有在关怀他 那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 也要去设定这个时区 因为有些人时区就的确是有问题 好 我到这边要等你一下 要等你一下 因为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第一个你看看 我再复习一次 第一个你是不是登录你的Gmail 开了一个云端硬碟的目录 里面去开一个试算表 开一个试算表 开一个试算表 OK 等我一下 还没有 等我一下 因为我现在才要贴 开了一个试算表 然后第二个 有回音 第二个 这个试算表开了以后 打开扩充程式 打开这个GAS程式 是不是就进来了 那GAS程式 对 您倒提醒我 等一下 GAS程式进来 是不是长这样 你先把原来的清空 先把原来的清空 先把原来的清空 这样可以吗 对 要把对对对 没错 赞赞赞赞赞赞赞 谢谢啦 OK好 你先把原来的程式清空 然后把我们刚刚一开始给你的程式 帮我把它贴上去 帮我把它在刚刚这边 有没有 帮我把它贴上去 把它贴上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图片当然可以改 当然你可以弄更多了 但我现在就用三张为例 好不好 它是random去存的 这样OK 那它去抓什么地方呢 它这里去抓你的 刚刚的栏位 你仔细看 我现在开一下 这个 这个指令码 你看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我故意用这个会比较大 不好意思 OK 这个是三张图片 然后这里有一个function 去呼叫 这个图片的 这个提取程式 然后呢 回复这样的 这个 它的 等于说它的栏位 它的栏位呢 如果random去抽 这三张 某一张 然后呢 抽了就下一个 然后呢 会命名 叫生日卡 然后这里 小心 我把它放大 你们贴进来之后呢 有两个地方要修改 两个地方要修改 就是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设定 VR叫设定 设定一个变数 是你的试算表 你的试算表 是从哪里开的呢 好 这里就是你的Google试算表 网址 因为这个是URL嘛 好 来 你们知道 上课讲应可以分享吗 有 好 我们等一下好像是 在问答的时间 好像就是可以分 就是会丢 应该就是吧 是不是 确认一下 应该就是会丢 丢讲应给大家 好 那现在呢 就是把您Google试算表 网址 给它贴到这里 小心哦 这个耳朵要在 耳朵要在 你只是贴这中间 你Google试算表 网址在哪里 知道吗 Google试算表 上面是不是有网址 把它贴进来 好 把它贴进来 这样OK吗 这样OK 把它贴进来 好 再来第二个 你要确认一下 你的Google的表单 它的工作栏 是不是表单回应一 小心哦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是 你看哦 我们现在刚刚是不是 这个表单 刚刚不是按回复 在试算表中查看吗 就出来是他嘛 对不对 你看我这个都是表单回应一 所以这个名字要跟刚刚的这个名字要一样 这两个名字要一样 这样子他才去抓 你看 get sheet by name 他才会去抓我的工作表一 就是在这里工作表一 才会抓这个戳记 然后才知道说 我的生日才抓出来 去做这个对应 这样OK吗 好 所以小心哦 因为有一些人打开它以后 开的这个表单回应一 它叫sheet1 对不对 s-h-e-e-t-e 小心哦 所以不一样 是名字要一样 还有小心 你如果看这个是sheet1 请你按重新命名 按复制 请按复制 然后你请把它贴到这里 而不要用打字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时候 它这里其实有空一格 可是你用打字的你好像没有 有时候你会忘了空一格之类的 所以它就其实没有抓到正确的工作栏 这样OK 好 所以这两个地方要换 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图片可以换 所以你看 他这里定了一些变数 这些变数是去取用 有一些函数而来的 接下来 这一些就是取每一栏位 每一栏位 然后去确认 然后如果确认到这里已发送 它就会在下面注记已发送 而且这里下面你也可以改 这个下面就是有点像是HTTM的格式 网易格式 所以这里可以改 在这里 所以愿意充满 这里可以改 你可以改 什么有限公司机上 这里也可以改 所以这一串是你可以改的 这一串字是你可以改的 这样OK吗 改完之后请你记得 改完之后请你记得 要去按存档 要去按存档 这样OK吗 好 那我等你 什么意思 我看到要加上edit 不用 反正就是复制贴上 这样就好了 反正就是复制 反正就是这样 复制贴上 因为这里不用 URL这里不用 就这里上面直接复制贴上 这样OK 他只是抓网址的这一栏 很简单 很简单 他只是利用 GAS程式去抓 这个网址 就是这个试算表 网址下面的栏 其中 这一栏 里面 有没有match到今天的日期 有 就丢出去 丢出去再跟他 在这里做注记 说已发送 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 一个小创意 一个小创意 好 那我要等你一下下 我要等你一下 把它变大一点 好不好 以免有些看不到 伙伴看不到 好 那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 那这样子完成以后 小心 刚刚一定在跟你讲 更改时区 那完成以后 到这边 我先等大家一下 等 一分钟 好不好 等一分钟 如果刚刚已经这样贴上去了 然后也把网址改了 那也确认自己的 那个试算表的 那个表单回应1的 那个这个名字 跟你原本的试算表 那个工作栏1 是一样的 确认你的话 接下来呢 帮我这里按储存 然后等我一下 按完储存 请帮我回复 4个1 1111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老师请问一下 你说最后要发送email 如果我们的会员资料 email是乱写的 那当然就不行 因为他都乱写了 我也没办法做关怀了 我是说我刚刚的是乱写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也就是他乱写 我也无处关怀 这个就是像加赖 有时候遇到一些不认识的人 然后我有时候遇到不认识 他说那个我好像认识你 可不可以加赖 我想这哪一位 这么乖乖的 我就给他乱给他赖的ID 你知道 所以他回去都嫁不到我 OK吗 对对 其实你在试算表中做更正就可以了 对 其实你在试算表中做更正就可以 好不好 好了 到这边帮我回复4个1 感谢 记得 因为我们今天各行各业的伙伴都有 所以我们用这个很简单的案例 跟大家在做说明 这样的关怀是还不错 还蛮有趣的 那你可以做一些发想 那至于说 这个 这个GIS的程式 假设你有发想 但是说老师 我不会写程式 我跟你说 我刚刚是不是有提供给你 我的机器了 你就进去之后 你就跟他说你要什么 那他的prong大概就是这样 我用说的 我用说的 这个prong其实有比较细的设定 但是我大概这样说 你就可以跟他先假设他的 这个身份 你跟他说 你是一个 Google App Script的程式顶尖开发人员 这样先给他做这样的假设 给他洗脑一下 洗脑一下 说你就是这样 OK 然后呢 够点 目标先跟他讲 我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你现在站在 使用者体验的目标 去跟他说明 我要做什么 好比说我要做一个 是我填好了一个顾客的资料之后 里面有包含什么资料 那在生日的当天 我就可以收到公司发的 这个生日卡片 那我就很开心 就跟他讲目标 然后呢 就请他生成 那我的机器人就帮你全部生成 就然后你就把它贴进来 上就结束 很简单 很简单 因为那个我已经几乎已经串了很 下载了很多资料给我的这个GPTS 所以你怎么问他应该都是OK的 好目前到这边大家都回复1111的 对不对 好来来刘老师等不及了 接下来 接下来小心 接下来小心 因为你看我们里面用到的这个函式 我们里面用到的函式 有一个是我要寄email在这里 寄email是侦测当天 生日当天 跟你的这个今天的日期 是不是吻合的这个function 所以这个叫做sendemails 这个方式 所以他呼叫了这个功能 所以你这小心 这个小心要选sendemails 好这里要选哦 按一下往下要选sendemails 然后才按执行 才按执行 这样OK吗 这样OK吗 免费版 对 我给你讲 现在免费版的 这个check的GPT也可以问了 可是我跟你讲 一般都可以问 不过因为我的那个GPTS 我就是因为灌了很多资料 可能也是更精准 就看你的衡量 因为其实像这个城市 它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很 很古老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 应该到处都可以问得到 这样子内容 OK 好 就是我们的AI 到处都可以AI 所以现在 不是一个说你不会写程式 就无法去做这种AI自动化 就是你只要有创意 就可以做到 很厉害吧 好 OK了吗 好 这里sendemails 按执行 好 按执行 他就会出来这个东西 千万不要吓到 千万不用吓到 谢谢 帮我做记录 谢谢伙伴 因为有时候真的看不到 这在帮我回复 再帮我做记录 谢谢 好 那这里会有一个 这个需要授权 对吧 好 这边就按这个授权审查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很多人按那个授权审查之后 然后这一个东西 就会叠在那个 你的最下面 就叠在就找不到 所以你要看一下 你的这个下面的 这个有没有多一块 小视窗的选项出来 把它找出来 然后去选择你的账户 账户也许有很多 就是要选 你要刚刚去建 那个自动化的一个账号 好 那我要劝你 一开始的Gmail 云端硬碟的表单的 那个email账号 跟后来的这个GS的 Gmail账号要一样 不然你会非常复杂 所以选一样的账号 选一下 选一下这个账号之后 他会问你 问你说是不是要授权 然后经过 巴拉巴拉巴拉 他有个惊叹号 Advanced 授权 然后就允许 就授完全了 OK吗 授完全之后 我们也执行了 但是什么时候 我要再看一下了 有伙伴帮我回吗 他说什么 老师因为晚进来 所以刚刚机前 好 可不可以再帮我贴一次 谢谢 再帮我贴一次 那个 不好意思 有伙伴再帮我贴一次吗 谢谢 好 那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储存 然后已经执行了 可是已经执行 他只是 跑 那跑他 就这样 就跑一次 就跑一次 谢谢 那跑一次之后 那我哪时候有条件给他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是每天看 还是时时刻刻看 因为这个 你没有给他一个触发条件 他有时候就卡到那边 执行 执行 那所以 我要在 接下来这边按一下 触发条件 触发条件 按一下 触发条件 按一下 OK 那触发条件 你就要去设定 你 不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有时候Google该打屁股 但当初设定的 这个 这个页面有点神奇 触发条件 按一下之后 他藏在这下面 右下角 所以一开始新学的 这个 这个东西 被那个下面的工作篮挡 挡住 他说 哎 怎么摆白白 在哪里 他按了触发条件 在这里 新增触发条件 在右下角 右下角 所以按一下 右下角 按一下右下角之后 哦 那个生日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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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可以啊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在城市里面去改 你稍微去城市里面改 看一下 好不好 OK 好 但是我跟你说 你说 这个呢 去改生日的格式 没意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第一次填完资料 就已经送到试算表了 所以你也不会去 常常去 看今天谁生日 明天谁生 其实我觉得去改那个 格式意义不大 因为这个就是丢给 机器人嘛 因为他选完日期就 就送给你了 您知道我意思吗 OK 好 那现在新增触发条件之后 来了 他会出现这个东西 他出现这个时候 怎么触发 好开始了 我用 same email 要触发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 我要做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执行在上端部署 上端部署 那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来触 什么方式来触 时间 时间 那这个时间有分 你是用日的 分的 时的 等等 他有选 你用日的 日的 不要那么 那么 那个好不好 日的 选取时段 这个不要学我 午夜到上午一点 好可怕 我是在半夜 发卡片给你 不要 请你改早上 好不好 这个改早上 OK 好 来 我等你一下 改早上 这个same email 这个是上端 这个用时间来触发 用日 选取时段 千万不要学我 半夜到上午一点 那你的客户会越来越少 拍谁 请不要 请不要这时候出发 所以请在上午的时候出发 那好比说你要早上的时候出发 还是中午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就要调查一下 人接到这个卡片 哪时候会最开心 这个也许是一个小专案 来调查一下 OK 好的 你这个时段自己选 好 找到了 什么东西找到了 进来之后有一个出发 谢谢 我们这些伙伴都超强的 这帮我回复一下 这个有问题的这个伙伴 老师 谢谢 好 这里选取的时段 就是不要跟我一样 其他都要跟我一样 用send email 好了 好了 好 什么时候通知错误呢 如果有错误 每天通知一次就好了 不然你时刻通知念 会昏倒 然后我还可以串到什么事情 当我发给某个人的时候 他又发了一个notify 给我的手机的line 说我已经发送卡片给谁谁谁了 那还不错 那就很开心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还故意打掉去邀功 那个有教授我没收到我的新生日卡 我刚记过去的 其实不是你记的 是机器人记的 这样OK 这样不错吧 所以他可以串很多东西 我就看你的创意跟想象 OK 好 那这样就结束了 好 结束 小心 刚刚设定出发条件 一定还有设定这个账号 不要被惊叹号下到 突发条件这里 完了之后按存档 储存 储存 储存之后 他又来跳出一个选你的账号 金探号这边有一个advance要按 要按一下 他会多一个 有一个这个 他问你说那是不是要赋予这一些权限 他会去看你的 好可怕 他会去看去编辑 去创造你的 这个google sheet 他会去连接你的 这个伺服器 就连接你的 这个运用 这个伺服端 然后会寄信 然后用你的信去寄 这样OK 那就 允许 OK 有些是中文的 因为刚刚账号的时候 就设定是中文的 OK 好 那我们就成功了 那设定完 再回来run一次 给他跑 那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那就可以等 OK 好 那这样就执行成功 那这样执行成功呢 其实你就去看 那就完成了 OK 好 那因为时间有限 等一下你再去慢慢执行 好吧 收到信了 赞哦 来成功的 马上在这里 讯息栏也回复一下成功 还没成功 千万不要担心 等一下有影片 那等一下会后 也等一下我会给你讲义 慢慢慢慢再去 有马上收到 可是你不是今天生日吧 对不对 是吧 是刚刚设定是今天生日 OK 赞哦 赞哦 马上有6人收到了 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就第一个 结束 哎 那可是现在这个 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到一件事情 你看哦 我刚刚还要 这个用一个古老的城市 GAS 瓦斯桶 来串这个自动化 这个城市 写起来 很漂亮 但是对于 现在的趋势是 no code you know no code no code 有没有比较好的平台 可以介绍给大家 有 今天我要跟你说 这个平台 叫 make AI make AI make AI 就是一个印度来的一个公司 印度来 他们印度在做这个也是很厉害 而且为什么要介绍他 zapia 这个还很多 这什么 什么 gave 这怎么念 那么多平台 为什么我读读 现在留一点点时间 要介绍 make AI 原因 印度的这个 他们做得很棒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他的售价很低 那他免费的方案也不错 那剩下的zapia等等的 太贵 这个东西呢 你现在用的开心 如果你要串客户端的自动化 来请你猜几块 有没有人猜对 猜对我们送他贴纸 请你猜几块 来 现在请按个数字 能大抠 我是说台币 差不多 9块美金 9块美金 9 3 27 270 一个月 一个月 我们送他贴纸 猜对我们送他贴纸 OK 270 差不多 这么便宜 自动化那么便宜 270 而且他 no call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 我几乎5分钟讲完 什么是no call 也是一样 帮你串接 他可以串 现在已经超过1000种了 大概两三千了 大概两三千了 只要画流程图画完就可以了 他就是很可爱 一个服务包 一个服务包 把它连在一起 结束 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重复做刚刚的事情 他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伙伴 比较麻烦的是 他是英文 小心 你刚刚以为说我要说他是印度文 的确 他有一个页面 他有两种语言 印度文跟英文 OK 好 那我们当然选英文 印度文可能有点 要再用功 好不好 OK 好 那这里呢 有些管理 那等一下我再来说 好 那我们自动化的场景在这边 好 他一个大白布 然后我们就按加 然后这个加就可以选服务 选服务 就可以选服务 选进来之后 就一个包 然后再选进来就一个包 我跟你们讲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有客户端的Gmail进来 然后要发送 对不对 所以要Gmail再发送 是吧 OK 那可是还要有一个 很难打开MAC 很难打开MAC 很难 为什么会很难打开MAC 为什么 没有 很难打开 可能就注册要小心 很难打开MAC 好 那这边有几个 什么存档 什么设定 什么注解 这个是AI的排 就是把流程图排得漂亮一点 然后这个是看你整个工作流 你刚做了什么事 那这个就是看一些tour 看一些tour 那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直接来操作 这一些是我的一个英文 对照中文的一个意思 模组化 路由就是router 就是去选路径 这个筛选的条件是 freeter 这个OK 好 那点我们来注册一下 OK 来 小心 如果今天还没注册的宝宝 如果今天还没注册宝宝 我给你一个连接进来注册 你不要去从官网注册 官网注册就是真的很难开 的确就是真的难开 好 那你连接注册的话 是这个 我现在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 我是不是贴错 快抢 等一下 不是这个 贴错了 OK 重新找一下 刚刚才去 给他要求一下 OK 重新找一下 在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今天就注册完毕了 OK 在这里 好 来 我贴给大家 好 贴给大家 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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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赶快 你按进来之后 来 小心 你要看着我 按进来之后 有没有 然后呢 他会长这个样子 他会长很可爱 很可爱 他会长这个样子 等我一下 他会长这样 然后呢 你要按Google去注册 对不对 小心 等一下注册的当中 你有两个主机可以选 你要选美国机 美机 记得 记得我们的关键语 美机 美机 美言 美机 不要选欧机 欧机里德 不要选欧机 你选欧机 很多创街 好像他们还没有 就会失败 会失败 请你美机 美机 OK 好 美机 OK 好 那你就帮我注册完 好不好 选美机 然后用Google账号去注册 这样OK吗 好 那注册完的人 请帮我打一个大M 好不好 美机 美机 OK 帮我打一个大M 好 那我们这个大概五分钟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的时候我也在登录 美机 美机 因为OG有问题 OG它目前是的确有问题 因为你 还有你以前如果用过 然后直接去浏览OG 它就一直 这个无痕去注册 好不好 因为如果你前面不是US 你是EN 你等一下会很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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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这样 进来长这样 哇都是英文 好可爱 不是啦 如果你觉得英文好可怕 请你按右键翻译成中文 OK 那他翻译成中文也没有不好 只是怪怪的 什么连接 什么网路钩子 这什么叫做 webhook叫做网路钩子 好 很好 反正呢 你就列一列英文吧 好不好 OK 来注册好的人 请报按M 请报按M 好 赞哦 赞哦 小心哦 你看你是美机吗 你是美机吗 我跟你讲 我每次现在的直播 你知道吗 我现在前面一台笔电 大笔电 还有一个大萤幕 一两台这样 笔电小台笔电 然后我现在的 因为有时候 因为美机美 我这边还打美机灯 两盏在那边打 真的很可怕 等到完了都烤焦了 好 好了吗 来开始了 来开始了 真的 每次上完课 整个皮 都要赶快去 美机美白 这样 来开始了 开始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来 只要一下下就结束 你会 你会觉得天哪 这也太厉害了 那我们现在来做 这个是一个比较表 这个是我用 我还是今天 你看 我叫ChadGPT 还用这个四欧模型 帮我比较 Mac Zapia N8N 还有Pepi 的这个比较 帮我比较一下 哪个好用 你看 他就他抓出来 Mac只要9美元 当然我们个人用户9美元 你看其他都好贵 然后每日上线 Mac是1000 你刚刚用注册是1万 刚刚你用我的注册是1万 你今天来对了 OK 然后可视化等等 OK 这边有一些学习曲线 Mac是虽然没有很 不会说这么简单 但他中度 中等 OK 好 那他的优势 可以客制化 就你自己串 这样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样 客户关怀 客户关怀 就是帮你检查你的 这个 但是我们现在先关怀 我来讲一个情境 就是今天有客户寄信给你 跟你请教问题 或跟你需求问题 你收到信件 因为也许你面对的客户非常多 我一天要收500封信件 你一封一封看 你可能会昏倒 而且当中还有垃圾信件 你会昏倒 我们今天用这个自动化 连接到你的信件 帮你做信件管家 好可怕 所以你还是用到公务 千万不要有各自的问题 OK 不然好可怕 对不对 OK 好 那帮你检查完信件 如果发现到 有客户的需求 好比说人家在问你这个售价 好问询问售价 这个是一个需求 好 维修 这个什么什么 也是第二个需求 所以这些需求 把它抓起来 通知你的 那个 那个手机 请你去确认 这个信件 这样是不是就很快 这样我就省去看500封的问题 OK 来 那时间有限 我先给大家 这个 最后 这个Line的Notify 我们今天先不做 因为这个Line的Notify 就是你的手机的Line 那它的后台去 等一下 你先不要 先不要动作 请你先听我讲 请你先听我讲 不然你会 觉得逻辑不同 先听逻辑 好不好 拜托 好 这个Line的Notify 是等一下要进去设定你的Notify 那进去设定你的Notify 是连接到你的账号 连接到你的账号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组 一组 一组 你看这个都是连接的过程 我们会得到一组 Token 会得到一组Token 这样OK吗 那个是Line的Notify的问题 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我现在要来串接 第一个 请你跟着我做 好 有没有看到 我这里这个截图是错的 应该是这样 建立一个新的情境 这里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这里 就会有一个白白的 白白的 好 这里 这个很好玩 你看 那他就会很多服务 对不对 很多服务 OK 那我跟讲 你在空白处这边滚轮 放大缩小 这个滑鼠 左边 左键拖曳 左键拖曳 这样 然后你如果很乱 这边有一个 魔术棒 可以把它自动对齐 OK 目前先这样 好来 你帮我先按个 让中间有个加 好不好 好来 中间有个加之后 来帮我一个忙 好不好 如果你到这个页面 请帮我回答一个字 科 好不好 科科科科科技导的科就好了 好不好 谢谢快点 Nine Notify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我们先串这个make 来有这个页面的 帮我回答一个科 快点 谢谢 很好 很好 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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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赞赞 等一下你不能看人家回科 你也会在科哦 你想说科科 那是在干嘛 我们现在是打开了 第一个要串服务 对不对 要串服务 对不对 好 OK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好 再来 我已经打开了 我已经打开了之后 小心 这里不要让 先不要让AI生 因为这很简单 你可以让AI生 他有个AI功能 你跟他讲你要干嘛 他就帮你生出来了 这很厉害 但是我们先不要 好不好 来请你帮我一个忙 请你帮我拉上一个Gmail 再拉上一个Live的服务 好 那Gmail呢 请帮我下面找这个Watch Email Gmail请帮我找Watch Email 这里 在哪里呢 我要不要串给你看 好 OK 来 你看哦 按这个加 按这个加 这个搜寻呢 请帮我打Gmail Gmail 打Gmail之后呢 这边有好几个Gmail的一个功能 我要的是WatchEmail 就是先看你的 这个电子信件 好可怕 OK 知道吗 不是传送 也不是移动 是监看 OK Watch 这个OK 好了 打开 放在这边 先把这个关掉 先打开 放这边 先这样 好了吗 这样好了吗 好 有了这个Gmail 又有个时钟的 帮我打个G 不是 是技术的G 帮我打个G 帮我打个G OK 你是有G的G 是科技的G Gmail Gmail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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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跟上 我就先穿个Gmail 好 再回来看 我要穿什么 因为我要通知你的手机的Line 我要通知你的手机的Line 所以 我是不是要去找Line 那Line因为通知你的手机 有人打G 怎么是打注音 那个通知你的手机 是Send a notification 你看我英文念的 有没有OK Send a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OK 所以来 加一个Line OK 加一个Line 你看在这里 这里 按加 这里加 对不对 这里打Lin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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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好Line 按下Line 小心 Line 刚是哪一个 Line 哪一个 往下找 好有没有好多Line 好多Line 好多功能 好多功能 这里 有个Send a notification 这里 按一下 有了 好 先让他这样 好 两个一左右 一左右 这样 这样OK 好 这样 这样OK吗 好 你猜猜看要打什么了 好 来自己打 如果完成了 来帮我打一个字 L 赞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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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谢谢 这个蓝老师超厉害的 OK OK 好 来来来 这个Line已经来了 好 Line来了 所以说我现在 我刚说的情境是什么 请这个MAC AI 这个自动化平台 监控你的E-mail 然后如果有 有客户 达到你的当初的要求 询问售价 询问保养 询问产品 等等 对对现在打倒 现在打倒 不好意思 然后就通知你的Line 所以是Send NOTIFIATION 然后给他们干嘛 来你看 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靠近 有没有 你看 反正这样 慢慢的靠近 连起来了 成功了 这样就成功了 好 来我们把它排好了 成功了 这样子 这样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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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样就成功了 不要怀疑 这样就成功 要不要写程式 不要写程式 No code 成功了 你有个词 成功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按 那个run ones 等一下 那你先不要按 按run ones 然后把它开 自动化 这里就可以开自动化 就开始直 对对对 不好意思 要先按存档 存档 然后给它测试一次 然后再自动化 结束 这样 对不对 但是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来来来 我们要有没有办法送东西啊 那个来哪里怪 来谁可以回答 对啦 聪明 跳跳跳 都没有设定成功的头了 对不对 你有Gmail 然后有Line 你没设定 请问你是看谁的Gmail 请问你是传 传谁的Line 对不对 所以这里是不是要设定 对吗 对对对 也没有token啊 对不对 好OK 所以的确 这样就成功 这样就成功 但是这里呢 要设定你的 Gmail 这里要设定你的Line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接下来呢 你就按这个中间 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呢 开始设定你的Gmail 好 这个中间按一下 开始设定你的Line 会得到一个token 这样有没有理解 有没有理解 好 但是呢 今天我给你讲 今天呢 我们的重点 只是跟你讲 怎么串 是会成功的 你现在一定很想串 但是呢 这个至少还要一小时 去串 那我怕你今天睡不着 因为你很兴奋 因为你觉得说 我终于有一个客户关怀的一个自动化服务了 所以你等一下呢 要帮我一个功课 因为老师嘛 都会想给学生一个功课啦 我的功课是这样的 在这里 在这里 请你从这一页开始帮我复习 等一下我给你的这个作业呢 你要进来呢 登录你自己的Line 然后呢 你开始呢 去连接你的Line 去设定你的Line的Notify的 那个机器人的名称 然后按认证 依照我的这个页面去操作 会得到一个Line的Notify的一个权杂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Line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第二个在这里哦 这里要设定你的Gmail信箱 选择你的Gmail信箱 好比说这是我选择Gmail信箱 然后呢 这里呢 你要检查你Gmail的什么东西 我就按这个所有信件 inbox的意思就是所有信件 好检查完之后呢 每次丢检查到就丢三封 好比说你一次五封 每次检查三封 每次检查三封 好了之后呢 就现在开始执行 这样就结束 这样就结束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设定串在一起 然后呢 接下来 请你一样画葫芦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设定了 这样OK吗 所以接下来请你一样画葫芦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设定了 所以我刚刚其实自动化已经 这一次终于出现inbox 对一定inbox就全部 一定全部 谢谢了 无法对客户 因为你现在还没设定 你现在还没设定 因为你等一下我要给你讲义 你要照着设定 两个 给你两个作业 两个作业 一个是设定你的Gmail 一个是设定你的Live 当你设定完之后 存档测试 开启自动化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设定 请不吝点赞 设定 设定 设定